貿法局舉辦第十屆設計及創新科技博覽 吸引來自17個國家和地區 超過400家參展商 今年台灣的中華創新發明學會 率領過8件專利發明參展 其中來自台灣的FooFoo Cup 節節杯 是全世界最輕薄、最短小的環保杯 那這個的話可以裝的是20oz 等於星巴克的特大杯 當你不用的時候把蓋子拿開 把這個Sleep拿下來 然後收起來 就這麼薄薄的一片 全世界最輕薄短小的一個環保杯 所以這樣的話就可以讓消費者願意攜帶這個杯子 而不會說買了環保杯之後沒有用丟在家裡 FooFoo Cup 採用內液PP五數加材料 可以重複使用上千次 而不會融出致顏物質 發明人陳忠玉說 已經分別在內地和台灣申請專利 專利本身來講我想我個人認為 除了就是說不是保護別人 怕別人抄襲 最主要保護自己不要被別人告 就是坦白講這是我的一個原因 那當然就是說專利這種申請了之後 對大公司有用 就是說大公司有名有這個比較有規模的 它不敢去抄襲你的東西 但是坦白講我對小公司可能 這個比較一般小公司不在乎 這種多方面 但我們也考慮到說這個東西 將來要跟大公司合作 所以我們當時就去申請專利了 這個產品上年曾經獲得日本Good Design 以及國家發明獎金獎 陳忠玉說坊間如果想要仿制也不容易 所以不怕被抄襲 其實就我知道已經有人拿去抄襲了 可是他們做不出來 它做出來外觀那個樣子 可是沒辦法使用 折了就破掉 可是功能做不到 因為它門檻非常非常高 不是說你隨便想要去抄襲就抄襲得出來 銅牆也吸引到台灣中小學生 帶同他們的創意發明參展 台北市私立正心國民中小學學生 發明出神奇變形鞋 可以隨意變換鞋的大小和高度 我們這個發明就是 因為人們隨著年齡的增長 所以就是腳會不斷地變大 所以我們設計了一個軌道 在下面就是把它鬆開來 就可以這樣子變大變小 然後有時候我們出國會 帶很多鞋要去開會 又要去喜宴 有高跟鞋、有平底鞋 所以我們將來會在這邊做一個拉鍊 然後就可以換鞋底 對 仍然是國中一連級 和國小二連級的他們 曾經帶著他們的發明 參加2014日本東京世界創新天才發明展 並取得銀牌 對於今次來香港參展 他們說本身也是有點害怕的 一開始我會覺得很緊張 但是後來越多越 越多人來 所以我就會變得比較自然一些 然後就是一開始看到外國人 就覺得有點可怕 然後就是不知道該怎麼說明 然後慢慢地就覺得外國人 其實是很有趣的 不過原來他們創作的時候 也都不是很順利就能夠完成 他們的負責老師黃雪琴說 他們當時也都因為意見不合而吵起來 所以一開始他們是各自的想 可是各自的想 自己能力有限 所以慢慢他們就成主 成主以後每個人想的不一樣 他們有時候也會吵起架來 因為要聽我的 要聽他的 可是呢 慢慢他們起了一個共識 最後說我們決定做什麼 黃雪琴又說 看到他們的報告的時候 看到他們的成長 心裡很開心 因為做這個發明不僅僅得獎 而是要給孩子一個學習 學習毅力探討 學習如何令自己成功 是的 你驚呼 太陽 會不會成功 為甚麼 此為何 此為何 先 請 請 請 ộc